在我来眼不听的路上 有这么一件稀奇事 一个男人倒在道边 奄奄一息 一群人围着他 在那指指点点 窃窃私语 人围得越来越多 却始终没有人伸出援手 我很生气 我很生气 要救便救 要走便走 不救也不走 那就听我的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厌气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厌气 都没有 那么好 让我们凑近点 一起看着他死 这是千载难逢的人生体验 看着他死 是我们可以留给孩子最大的骄傲 看着他死 不用负责 没有后顾之忧 千万不要想着救人 别 万一他顺势讹上你 你就会后悔 当初为什么没有 看着他死了 就这样 我亲眼见证了一个人死亡的全过程 现在 我又回到了这个舞台上 笑容满面 衣冠处处 可是 现场的你们 有谁认为 我还算是个人 有谁认为 没人举手 这正是我想看到的结果 可却不是 现实中的结果 就在 2010年11月 黑龙江随化街头 婴儿被弃四天无人拐 活活冻死 同年12月 一位济南的司机 为保护乘客 伸中五刀 无人援手 2011年10月 佛山两岁女童 遭两车碾压 18名路人 漠然相识 也许 是害怕搞错了状况 徒惹的一身麻烦 害怕多管闲事被人讹诈 害怕倒在地上 那个家伙本就是个骗子 害怕挺身而出的时候 没有人帮忙 是啊 我也害怕 就在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 我在街上溜达 看到一个喝醉的老头 倒在地上 路人纷纷从他身边走过 所有人 都无视了他的求助 老爷子一把拽住我的衣服 祈求我的帮助 我 我犹豫了 正打算 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赶快溜走 一个路人 突然走上前来 对我说 小伙子别担心 如果他想讹你的话 你就打我的电话 我会把事情的前因后果 告诉警察 之后的事情就简单多了 我把老人送回了家 一屋子急的团团转的家人 对我感激不尽 临走 还非要留下自己的电话 并告诉我 用得上的时候 尽管打 是我把老人送回去的 但更重要的是 那位路人给了我勇气 救人的是我 更是他 谁说我们不能改变 假如在你犹豫不决的时候 有个人愿意站出来为你作证 假如在歹徒兴凶的时候 有个人打着眼色 愿意与你并肩作战 那么 我相信在座的许多人 都会挺身而出 做一个救人的英雄 如果你依旧害怕怀疑 但至少 你可以为挺身而出的英雄们 提供勇气 帮他们作证 与他们并肩作战 气场很深 气场很深 谁 愿意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 离开这个世界 谁愿意向自己的孩子解释 不去救人的原因 谁愿意用一时的冷漠 换回一生的后悔 我们可以有一万个 不去救人的借口 但老天爷却只给了我们一个 必须去救的理由 人命关天 现在 看着他死的故事 将会迎来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那个冰死的男人 就躺在我的脚下 我要救他 谁愿意为我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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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救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